世界潮流 浩浩相相 主持 李慧才 梁錦祥 車離子 好 歡迎大家回到第二節的浩浩相相 剛才我們已經探討過 探險會不會是一個很大的浪費問題 其實也是各執一詞 有支持的人 有反對的人 其實很難有一個定論 反而我想回到剛才問Cherry的一個問題 你提出過 探空探險的其中一個目的 可能是因為隨著地球的環境越來越惡化 甚至是無法再住下去 會不會即是我們現在鋪定路 將來就可以人類移居地的星球 確實很多人都有提出過這個或者類似的觀點 這裏我又想說另一個故事 不過這不是我的故事 而是迪士尼創作的故事 就是一套電影叫做Wall E 中文我都不記得它好像有沒有譯到 因為就這樣叫做Wall E 好像叫做什麼 但是是一套電腦動畫 其實是很精彩的 我看過 他就說地球在一個不知名的將來 其實已經完全是死值一片 寸草不生 但是那個主角其實是一個專門執垃圾 把垃圾壓眉一塊塊的機械人 但是跟他一起的就是唯一一個生命 就是蟑螂 有一隻蟑螂 是小強陪著他 但是有一天突然間有一個很先進的機械人 就是從天而降 他不知道是什麼事 但是後來慢慢的觀眾都會知道 原來這個先進機械人 就是有些人在太空深處 就是派他回來地球 就看看地球是否已經恢復新機 如果是的時期 或者他們可以回歸 其實他就到處找 找一棵少許的植物 後來真的被他找到 他就回去報告 誰知道這個撿垃圾的機械人 就是很殘舊的 講故不要博故 機械人都當他有感情 他對這個先進機械人很傾慕 喜歡他 後來就竟然偷偷地 就搭上他的太空船 回去 回去哪裡 原來就是在太空深處 有一艘超級巨大的太空船 太空船上面住了很多很多人 但是那些人 因為有很多機械人 日夜不停服侍他們 他們已經全部退化了 每個都比現在美國的大肥老大肥婆 那些手腳已經退化了很多 根本每天都只顧著看電視 或者打電視 後來就說 原來他們這艘超級太空船 就是當時地球環境 差不多是崩潰的時期 於是有些人 就是逃離地球 躲在太空那裡很久 當然是很先進的生態循環系統 都能夠持續一段時間 他在說幾百年 但現在他們經常都有 其實有些人已經忘記了 他們有這樣的使命 或者目的 其實不是永遠留在太空船上 而是希望偶爾看地球 是否已經恢復生機 如果是時候回去 這部電影 其實我記得推出的時期 他們的評價是不錯的 因為電腦動畫的技巧非常好 一直都很流暢 還有娛樂性 吸引你們看下去 而且還有一件事 很多人說 它充滿了環保的意識 其實是一種警示的意味 或者我們叫勸勢敏 就是說人類現在破壞地球 將來是這樣就慘了 但是到後來當然 人們就回到去 都是給一個正面一點的訊息 但是我自己看的時期 我看完之後 其實我是很震撼的 震撼得來 其實就不只是環保的意識 而是說背後 真的有一個意識 就是說 其實我寫過一篇文章 很長的 是探討這部電影背後的意念 我問了幾個問題 主要 第一 我特別希望大家 如果看這部電影的朋友 你問問一下自己 我就說第一 電影裡面 按照你看的超級太空船 按照你看的電影 究竟是裝了幾多人呢 你猜 五千 五萬 五十萬 有沒有五十萬 太空船 就算你超級 就算你超級 就算你一百萬 就怎樣 你想想 其實這個故事 就是地球環境崩潰的時期 都是說發生在未來 當然不是今天 就算你說十年 二十年 現在我們已經過了七十億 現在聯合國 就說去到本世紀中業 已經一定過九十億 就算你給你五十萬 一百萬 甚至五百萬 你比起幾十億 接近一百億 你說是 零點零幾 百萬多 即是說真正能夠逃離 因為地球都說到寸躁不生 只是人類的極少數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其他人去了哪裡 去哪裡 應該都死了 這部電影是不是很恐怖 第一 原來百萬之九十九以上的人類 都已經在環境裝備中死了 這是第二點 但我相信很少人看這部電影 會想到這個邏輯的結論 第三點就是 哪些人才有什麼資格 有什麼條件 上到這艘超級淘船 你猜 應該是一些有錢人 極其有錢的人 沒錯 我們普羅大眾 我和你這樣 你猜有沒有機會上去 應該死定 應該死定 最後能夠重返回復生機的地球 再重當地球的主子 就是哪些人 是不是就是這班特級的權貴 其實你想想背後 其他意識是非常可怕的 我相信 我不知道 即是迪士尼那些編劇 當他編這個故事的時候 可能他自己都沒有想到 背後是一個很可怕的景象 簡單的結論就是 真正的戲碼就是 極小撮的特級權貴 就害死了 地球上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人類之後 就逃之夭夭 然後就等了很久 就等到地球恢復生機的時期 再重返地球 再當這個主子 是這樣的一回事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就回到剛剛問Cherry的問題 其實簡單的計算一下 你知道我們現在送一個人上太空 嘩 所花的資源是大得幾加關 無論你用金錢的角度來衡量 或者真的用物質、能量的角度來衡量 很多人都是 所以我們現在 如果送我們真正上太空的人 加起來都不過一百人 現在 但是如果你說我們現在說 是七十億、八十億、九十億的人 你可不可以想像得到 你稍微計一計簡單的數學 你完全知道這個是不可能的 是不似實際的 所以你說我們坦探險其中的目的 就是可以移居第二星球 其實我剛才問Cherry 她說還沒看 其實我也很極 你猜她看 我推薦她看 你再看一看 你聽完我剛才的說話 可能你就會有很深刻的感受 也知道現實上的可行性 是多麼低 是不可能的 但當然如果你說到 去到一個很悲情的景點 就說我們 因為地球真的毀滅了 地球再轉不下去了 但我們為了保存人類的一點 血脈 你只是送一千幾百人 甚至幾十人 甚至兩個人 一男一女 甚至一顆精子一顆卵子 然後由機械人培養 他長大 你用這樣的角度來看 你都說 可能我們坦探險到最後 都保存了人類的一點血脈 但就不是拯救人類 絕對不是拯救現有的人類 這是不實際的技術上 是吧 好了 現在來說 我講回坦探險 究竟是不是浪費 我真的40年來 思想有很多轉變 甚至我會有很多不少 顛倒我40年前用的一個 雄辯性的論述 雖然當年我是中午 但我已經用了一個說法 你想想沒錯 當年歐洲 其實哥倫布出發的時期 去探索新航路 最後所謂發現新大陸 其實歐洲那時候 一樣是亂租租的 但如果我們說 歐洲自己也亂租租 還有這麼多事等著去做 你還跑去探險發現新航路 如果是這樣的時期 那今天的美國在哪裡呢 當時 不用說了 以一個中午生來講 即1972年的時期 我當然覺得很崇拜美國 當年來講 我覺得這個新世界 是一個先進的 一個進步的代表 所以我用了這個 其實這是我自己想的 太空探險 其實我們要用長遠的眼光來看 他的回報不是一兩代人看到 但現在其實我 在很大程度上 我就有點傾向於 剛才有台長這樣看 當然台長其實是他兩面都兼顧到 但我反而是 我注重剛才他所說的 希望太空探險 真的能夠反過來 幫助我們地球上的東西 這是很真的 因為剛才我都說了 其實太空並不是 解決我們地球上 自己製造出來的 這些問題 是一個解答 不是一個解決 你不要當它看 我們幾十億人 快要一百億人 根本是沒有意義的 可以移居別的地方 但你說很多技術 可以用在民生上 我完全同意 但我也想顛倒 就是我40年前用的那個 就是哥倫布的那個 我說哥倫布呢 沒錯 他去了發言新大陸 但是這樣就有一個新的世界 對歐洲人來說 但是說真的 歐洲的問題 其實始終都是要 住在那裡的人 是吧 踏踏實實地來解決 當然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 尤其是殖民主義的歷史 他發言新大陸之後 北美洲 特別是南美洲 中南美洲 很多黃金 那些銀 這些貴重金屬 大量輸入到歐洲 令到歐洲有一段時間很繁榮 也有些國家 西班牙、葡萄牙 其實是被這些拖累的 變成不時生產 以為很棒 所以其實是很諷刺的 新大陸對於這個貢獻 但始終 我想很多小學家來說 都會覺得那個貢獻 都是正面多過負面的 但始終來講 美洲就是美洲 北美也好 中美也好 南美也好 其實歐洲的問題 始終都是要歐洲人自己解決 即使到今天為止 歐債危機 所以他的探險 是不是一個解決他本身問題的方案 是不是的 所以同樣道理 即使我們 我是很支持的 因為我自己從小到大 都是一個太空探險發燒友 我們叫做什麼呢 空派發燒友 即是很熱衷於這個太空探險 我到今時也是 即使是這麼說 但我是從另一個層面來看 好像剛才台長說 一個比較高的層次 但另一方面 我也很強調 太空探險 絕對不是解決我們地球上的問題的一個答案 地球上的問題 地球上的解決 即是說得逐一點 不是什麼 江湖市 江湖鳥 地球市 地球鳥 太空探險 不是一個解案 但太空探險 是有本身的價值和意義的 但地球市 地球鳥 這就是我所帶出的一個很強的訊息 當然 如果去到一個高一點的層次 我作為一個太空探險發燒友 有兩句說話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個就是二世紀初期的時期 一個著名志樂家 和羅素是很好的朋友 還合著了一本數學原理 就是懷海特 白海特 有一個說話,其實我是抄了下來,在我家裡有傷起他 他就說,Without adventure, civilization is in full decay 當然你說是很典型的西方人那種世界觀 雖然我十多歲的時候,到現在幾十歲我都會拜 其實沒有了這個冒險、探險的話,其實文明就會慢慢衰落 當然我現在的想法又比較複雜了 這個探險就不是一個無止境的擴張 很多人都說,西方文明就像毒瘤一樣,擴張的意欲是不可擋的 所以我們要小心,我們對知識的追求,對未知領域的探索 另一句說話,就是太空探險的先驅 十九世紀末,其實是俄國,當時還是俄國 其實是一個鄉村教師,但他很厲害 他熱衷於太空探險,他做了很多基本的計算 叫齊爾考夫斯基,Tchaikovsky 其實跟齊爾考夫斯基的名字差不多 不過他不是那個音樂家,他是一個教師 他有很多基本計算,其實後來都會用 基本的軌道,太空航行的東西 但他有一個說話,我又很喜歡,抄了在我記事簿 他說,當然他是俄文的,所以我不用用英文讀 我用中文讀 他說,地球是人類的搖籃 但一個人,沒理由由小到大都留在搖籃裏 對不對?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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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用這個比喻,真是我們稱為宅地有聲 我們始終都要離開搖籃,出去闖蕩 所以這個,我自己仍然都是一個太空探險發燒有 就是一個最根本的原因 好了,我們今天講青木太陽系 其實我們就要先了解一下,究竟太陽系裡面有什麼 大家都知道,太陽就是一家之主,水金地火木土天海 本來是冥的,冥就是陰公 被人畫了出去 對,06年的時候被人降了一格 我想引入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就是地球和太陽的平均距離 我們叫做一個天文單位 英文叫做Astronomical Unit 簡稱AU 好了,水星是最近太陽的 原來它的位置是0.4AU 即是比我們距離的一半 0.4 對,再小一點 對,再小一點 金星是0.7 大過一半一點 地球當然是1.0 不用說,這是定義 然後火星是1.5 也很容易記,遠近50% 然後就是小行星帶,就是火星和木星之間 大概是2.3到3.3的AU 現在我們說的是過百萬的小行星 其中一顆最大的是接近一千公里直徑 其實已經被星隔成為矮行星 與冥王星是同一級別的 是的 所以有時候世事有人快活有人熟 冥王星被人降隔 這顆星叫谷塵星 英文叫Ceres 即是我們吃Cereal的 即是谷塵 它被人降隔 也是叫矮行星 Dwarf Planet 但剛才說的水金地火 我們一般叫做類地行星 類就是類似地球 英文叫Terrestrial Planet 因為Terra就是希臘文裡面的地球 T-E-R-R-A 如果大家知道巡兵馬俑那些 我們叫Terracotta Soldiers 其實那個Terra都是大地的 在希臘文裡面 但是小行星帶之外 去到5.2AU 一下子很厲害 地球和太陽平均距離的5倍 5.2AU就是有這個龐然巨脈 在恒星來說就是木星 然後9.5AU 差不多10倍地球和太陽的距離 就是土星 然後19.6AU就是天王星 30AU就是冥王星 本來40AU 其實我很小時候 我已經知道 在中學時期 原來太陽系的規模 就是地球太陽距離的40倍 如果說半徑來說就是40AU 但現在我們都不當它是它的外圍 那就是冥王星的距離 如果太陽的光線 由太陽表面到冥王星 就要六個多小時 來到地球就要八分鐘左右 如果再出 我們就有一個 現在叫做 富帕的帶 叫做Kuiper Belt 這個Kuiper是天文學家的名字 我們現在在這個Kuiper帶裡面 找到很多天體 我們一般叫做矮行星 所以現在的冥王星 都進入了Kuiper Belt 只不過是Kuiper Belt 最近太陽那邊 現在我們在Kuiper Belt 找到其他矮行星 其中有一個已經比冥王星大 不過因為以前太遠 我們探測不到 近年我們才探測不到 叫做ERIS 還有好幾個 起碼有六七個 但那些真的很遙遠 很寒冷 其實去到那裡 太陽其實跟一顆星 看一看 看一看太陽 已經沒有什麼分別了 但再遠一點 就說太陽是外圍 現在科學家相信 就有一個區域叫做 奧爾特雲 叫做Ort Cloud Kuiper Belt 就是Kuiper 大 Ort就是OORT 都是DT文學家的名字 奧爾特雲 嘩厲害了 其實它已經在五萬至十萬的AU的距離 其實已經是一光年 離開太陽差不多一光年 其實已經是太陽系和我們叫做 星際空間 Interstellar Space 已經在過渡的一個階段 我們也相信太陽系裡面很多的瑞星 如果闖入太陽系內圍那些 其實它最終的來源就是這個Ort Cloud 現在我們逐個看看幾個主要的天體 它的特性 看看人類有沒有機會去探險 還有有沒有機會在這裡建立基地 甚至是所謂移居 首先是水星 大家知道 它近太陽這麼厲害 一定是很熱很熱的 但是奇怪 其實它背對著太陽那邊 也是很冷很冷的 雖然有一段時期我們以為 水星永遠一面對著太陽 一面就背著 我們現在知道不是的 但是它的自轉也是很慢很慢 水星一年裡面有多少天呢 地球就是365天 水星一年裡面只有兩天而已 Cherry 慢成這樣 所以當它背對著太陽的時期 因為它沒有大氣層 所以更加沒有水分 所以它的熱量就會一直散發 即是輻射的時期 所以它也可以跌到很低的溫度 所以最熱的地方 最冷的地方 太陽系都是在水星上面 是一個很極端的天體 它的體積也小 所以它也保住不了大氣 只是地球的直徑大概是40%不夠的 所以我想水星來說 始終最多等於我們現在的南極 派人去建立基地 你說去住就不要了 很快就去到金星 金星的直徑就是地球的95% 即是很接近 和地球差不多大了 但是它的質量和地球都接近 雖然小一點 80%左右 它也沒有月亮 水星也是沒有月亮 金星也沒有月亮 但是最引人關注的 當然就是金星的大氣層 因為金星的大氣層 是很厚很厚的 厚到如果我們在金星的表面 我們感受到那個大氣壓力 就是地球的9倍多 即是肯定一早已經死了 即是壓扁了 等於我們現在潛到膠龍號 我們叫做Innerspace 又是去海底 你想想潛水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 一潛到那麼多的深 其實壓力是很大的 我們抵受不了 所以只能夠有一個潛水艙 在金星上面 其實人類最先派去的太空船 未落到它的表面 就已經被大氣壓扁了 當時是蘇聯的 而且還有一樣東西 除了壓力之外就是溫度 溫度是達到攝氏460度 即是什麼都煮熟了 甚至它是高過 這種元素 這種元素 那個溶點 即是連金屬都溶 即是舊元上去就溶了 對 所以還有 它的大氣主要就是二氧化碳 亦都因為這樣吸而吸得那麼厲害 就是溫室效應 第二就是淡氣 第三就是什麼 就是二氧化瘤 二氧化瘤 其實對我們來說有毒 而且二氧化瘤 一遇到水氣 其實它會變成什麼呢 就是流酸 就是腐蝕星 所以很多人說 其實金星的表面 就直接接近西方基督教裡面所說的地獄 地獄是不枉多樣的 所以你說人類在金星上面 建立基地的機會都很微 就算是基地都是自動化的 基地 人都無謂去 因為你這麼艱難這麼辛苦 一個可能小小錯誤 你就全部死掉都不定了 接著我要說說月球 剛才說到美國說重返月球 我們中國也要去月球 月球的直徑大概是地球的三分一不夠 其實百分之二十七點多 溫度也是 又是跟水星差不多 很極端的 日間最熱的時期 可以去到差不多120度 最冷也是零下差不多 可以接近200度 但其實我們人類都能克服 因為我們上過去 它又沒有空氣 也沒有水分 它又環繞地球一周 一周大概是29天 我們知道是一個月 但因為它這次真的一面向著地球 一面永遠背著地球 所以其實它這個環繞地球一周的時期 就令到它等於它一天一夜 所以它一天就十四天幾 一夜就十四天幾 你說多長 我們所謂的漫漫長夜就是這樣 月球確實是我們可以探測的 尤其是它的引力 只是地球上的引力 六分一左右 可以看到 太空人在上面 有時候 它覺得行動也挺艱難的 所以它們發明了一種特殊的行動 叫做代鼠跳 叫做Cangaroo Jump 它反而更好 因為它太輕 接下來就是火星 先講講基本的要數 然後下一輯我們回來 基本要數就是 它的直徑是地球的差不多一半 53% 它的質量但就少很多 因為它沒有一個內核 就是我們地球你知道 是很多鐵和電梯 它就沒有 所以質量只是地球的一乘多些 11% 最有趣的是 這個你可以考核 它自轉一圈 原來就是24小時 37分 竟然跟地球差不多一樣 是差了一點 但是一年就不同了 因為它離太陽是1.5AU 所以它環繞太陽更長 一年就差不多等於地球兩年 但是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它的大氣就很稀薄 跟金星剛剛相反 金星就非常濃密 但稀薄到怎樣 其實那個大氣壓力 在表面就不到地球的1% 所以你一定 當然它沒有氧氣 所以你一定要穿保護衣 還有帶氧氣罩 這樣 表面引力其實也是低 因為它比地球小 就是地球上的大概四成不到 37.6% 所以你也沒有什麼問題 就算你穿了太空衣 比較重 可能也是跟地球上差不多 只要不太重 大氣裡面其實沒有氧氣 主要都是二氧化碳 然後是淡氣 亞氣 最重要是溫度 我們要關心 它的溫度來說 有大氣層保護 沒有那麼極端 雖然是這麼說 它離太陽比較遠 最低溫的時期 其實可以去到零下 差不多90度 攝氏 最高溫 這也是好消息 如果正午在尺度的地方 尤其是入到峽谷的地方 更加比較溫暖 它可以有機會去到攝氏20度左右 20度是可以的 可以這樣說 我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去到火星 雖然大氣壓力這麼低 但如果我們不穿太空衣 只是戴著面罩 即是有氧氣 如果剛好是正午在尺度的時期 其實可能我們真的不用穿太空衣 一段時間都可以 但它平均溫度始終都是低 剛才是說最高 所以平均溫度都是零下五六十度 所以是一個很寒冷的星球 但是最令我們興奮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大家知道 原來火星是有兩極的冰棺 好像地球一樣 這個冰棺 以前的人都以為 全部都是二氧化碳的固體 就叫乾冰 沒有水 但後來再研究下去 發現原來它主要的成分 都是水的冰 這個水有科學家計算局 很有趣 如果我們將南北兩極的冰 融化了 是可以令火星表面有11米 那麼深的水 當然都是很淺 就是說我們去到火星 就不受沒有水用 好了 下一節回來 我們再探討一下 我們還可以在什麼地方 去建立基地和移民 好嗎 感覺到你 好嗎 能夠把燒烈 保留 不然 不然 你是 可以 有 到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